随着全球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深入认识 绿色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在这一背景下 武汉光谷空轨 以其颠覆式创新和前瞻性的设计理念 不仅为游客带来一种全新的观光视角 更成为新制生产力驱动绿色经济发展的新实践 光谷空轨作为国内首条开通运营的空轨线路 其倒挂金沟式的独特外观 加上大开度车窗和透明式观景地板 特别引人注目 科技感十足的湖北武汉光谷空轨 成为了国内外游客到访武汉的新进打卡地 把交通和休闲观光融入一起 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一种模式 光谷这边就是一个科技新城 然后景色自然景观又很美 能把这样一个这样一条 像观光和这个交通手段结合在一起 这样一条线路做的是很漂亮的 做的是很好的 就像在一个红林中穿梭一样这种感觉 生活在这里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幸福 空轨的话是从去年2023年926号开通运营 然后至今的话运营情况是非常平稳的 非常受我们的广大游客朋友 是热捧打卡的一个对象 很多游客在说来武汉肯定要来空轨打卡 所以说现在的我们的空轨似乎就成为我们武汉的一个形象的代表 也是个零片 空轨全称为悬挂式单轨是一种中低运量生态环保 绿色低碳的城市交通新制式 其列车悬挂在单行轨道下方将地面交通移至空中 属于立体型交通 拥有独立路权 不受地面其他交通工具和行人干扰 可以快速行驶 游客可在车内观看沿线城市风貌 具备良好的观景功能 据介绍 光谷空轨采用了高效节能的永磁电机牵引技术 有效降低了整车重量和牵引能耗 同时通过轻量化设计和能量回收技术的应用 光谷空轨在保障运行效率的同时 实现了能源的高效利用和节能减排 这些科技创新的应用 正是新制生产力的重要体现 光谷空轨的成功运营 不仅为海内外游客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光体验 更推动了绿色经济的发展 它串联起了两端的九峰国家森林公园 龙泉山明楚王墓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等沿线旅游观光资源 与水道绿道一起 完美实现了光谷生态大走廊的三道布局 这一布局不仅提升了城市形象和生活质量 也为绿色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